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我师傅说 他教徒弟通常都要差不多一个月完成 我当时都很聪明 我当时两个星期差不多学识 那时我工作还可以 例如一条街的号码 我回到家吃饭的时候 在脑子里想 或者在冲凉的时候 我可能都会唱歌 二、六、九、九至三、三至三十二 回到十一、十一到十二 我会念这些程式 九通城寨 我是一生人试过一次派讯触电 派讯触电 没有多少个郵差试过 因为原来 一板信箱里面 由于它是铁造的 它上面有很多电线 有一条电线黏着信箱 我不知道 当我一派讯入信箱 就立即触电 是我这么大个儿子试过一次 离开了城寨之后 我有一件事在香港 没有见过九龙城寨的老鼠这么大 这是一个特色 九龙城寨的老鼠很大 可以和猫比较 猫有猫狠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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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我们派讯 当年我女儿一岁的时候 刚刚一岁 我就搬去城寨 是因为我在广州的时候 我旁边的那家人 搬去城寨 那里便便宜些 到小朋友大的时候 因为我先生没有失业 我们自己做点心出去买 早上很早起床 5点起床 我先生做包 我们又要小朋友帮忙 包粉果、烧米 蒸好了 就拿出去大街 用一架来 平时小贩推木头车 下面有炉 把蒸笼放在面上 是要很热的 碰心一定要热才好吃 对不对 我叫做邓金翔 那花名叫做阿蒙 信了耶稣的时候 改了我的名字 叫邓保罗 两岁就从大陆 到香港 我爸爸搭建了一间屋 前铺后居常用品 那些汽水 那些东西 又卖一些吸毒用具 不是毒品来的 我送汽水 送些东西 去吸毒的人 所以认识到一些人 那些人 那些人就叫 试一下 试一下 玩而已 这样 这样 有钱的人 去吃那些红丸 这个最高级 第二 就是鸦片 吃鸦片的人 就看不起吃白粉的人 但是呢 最便宜的就是白粉 最毒的呢 都是白粉 那些东西 我们的朋友们 会玩 我们的朋友们 那些古典 那些人 那些人 会玩 那些古典 我们知道 几个十分钟 我们也看到 鸦片 我们也看到 鸦片 在鸦片 我们也看到 我们在鸦片 我们在鸦片 那些时候 我们也喜欢 在鸦片 鸦片 鸦片 是鸦片 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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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那时候 小时候 就要帮家 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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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之外 小时候都喜欢玩 但也需要很多时间 有需要照顾小弟妹 做家务 以及帮忙做鸡鱼蛋 鸡鱼蛋 我鸡鱼蛋 鸡鱼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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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鱼蛋比赛 我比鸡鱼蛋比赛 我比鸡鱼蛋快速 我一分钟可以鸡到百多粒鱼蛋 有时我们的朋友 街坊 有时我们在屋的大厅 鸡鱼蛋 有些人会过来看我们 鸡鱼蛋 早上到五点六点钟 就落市床 就是松山湾市床 买乙烹泥 烹泥 烹泥 通了 那些鸡鱼蛋 就把鸡鱼蛋 放在鸡鱼蛋 那时候全部有用机器 然后放在鸡鱼蛋 然后放在鸡鱼蛋 放在鸡鱼蛋 后来我这些鸡鱼蛋 他也懂得鸡鱼蛋 第二天早上 我们还未睡醒 我知道 三点多钟 四点钟 他就起床 把鱼片拿去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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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